副首相拿多斯里安莫扎西得以摆脱 剑四基金舞弊案的47项指控重获自由 但是却激起千層浪引起万界的质疑 民主行动党主席林冠英今天在股会就指出 希望政府在未来一年内 落实总检察长和检控官职权分离的政策 让人民对团结政府的改革精神保持信心 随着股会人权选举和体制改革特别领选委员会 将传召两任的总检察长解释停后的原因 身为当事人的安莫扎西今天重申 一切交由特委会定夺 副首相拿多斯里安莫扎西健康思维基金资金弊案 在本月4号续审 法庭批准控方提出释放但不等同于无罪的申请 让扎西得以摆脱47项指控 但是风波却没有因此落幕 国民联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还质疑民主行动党的领袖 尤其是丹斯里林吉祥和林冠英 没有回应这起事件 被昔日战友慕尤丁点名的林冠英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参与第十二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报告的辩论环节时 也打破沉默要求维护大马的司法公众 林冠英也要求新任总检察长拿督阿末特里鲁丁 解释副首相阿末扎西被停控建丝基金案47项贪腐罪 他说政府不能否认 这起事件已经造成包括律师工会在内等许多人的不满 政府必须提供进一步说明才能说服人民 对于国会人权 选举与体制改革特别临选委员会昨天表示 将传召前任总检察长丹斯里伊德鲁斯哈伦 和拿督阿末特里鲁丁 要他们向国会给出合理的解释 作为案件的当事人 扎西表明将把一切交由特委会定夺 什么 yang dicadangkan oleh YB William Leong itu sebagai pengurus sejata kuasa hak di Parlimen itu adalah pengumuman yang dilakukan di sidang khas membahaskan KHP ataupun Kajian Seportunggal RMK12 dan kita serahkan kepada jatang kuasa itu untuk melakukan langkah-langkah ke arah pencerahan的 issue berkenan 扎西今天是为2023年清真领域研讨会 主持开幕里之后 在记者会上回应媒体的提问 另外希望联盟额迈国会议员 兼雪兰儿州务大臣 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则建议 国会特委会传召总检察长召开听证会时 应该进行直播 让全民可以在同一时间观看的党儿 从中了解问题 马西社电视采访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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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